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首席副助卿巴斯比赞誉台湾多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 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强调 各国要和台湾合作 不能让世界民主国家典范台湾被走上香港之路 欧布莱恩表示 中共持续拉拢台湾的邦交国 包括尼加拉瓜断交 是中共控制主宰的大战略目标一部分 这确实是棘手问题 美国需要付出努力投入大量资源 使台湾的友人持续站在台湾这边 中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籍路利亚认为 美国的战略模糊不足以嚇阻中共 需要派遣庞大军队快速反应机制 以行动维持台湾海峡现状 也要防止中共海上封锁 网络攻击 干预影响或篡改台湾的选举和民主 第一次选择 日本参议员 有村质子表示 印太面临包括中共PRC等各种威胁 台美日等理念相近伙伴 是塑造自由开放印太未来的主要力量 美国前驻日大使参议员海格提强调 美日台是印太不可或缺的 三个基石 为了反制中国共产党 称霸主宰印太的野心 核心就是防卫台湾和日本 新唐雅台电视 持千里张东旭 台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